六点谈健康由默默养生冠名播出 每天早六点健康多一点 欢迎收看每天清晨的六点谈健康 我是李志刚 目前老年痴呆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这个叫食指防呆操 从中间来讲 我们的手指经常讲是食指连心 因为手哨音心经和手绝音心包经 都经过我们从手指头开始的 所以可以用锻炼手指的方法 来增加这种我们中医心主神明 可以增加他这种认知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手指合并在一起 互缩 一直缩到第二个关节 第二关节就可以了 来回串一次 做三十六次 第二个动作就是把手指撑开 用力的对称可以称三十六次左右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用拇指找小手指 其他三个手指就不动 就是拇指和小指的这种对按 每个手指头做三十六次 第四个我们很简单的 就是按压合骨穴 合骨穴就在我们的第二长骨的终点 两个手互相的 比方说我这左手的这个拇指 按压右手的合骨穴 按压十八次 然后这个右手呢 再按压左手的合骨穴 按压十八次 这样的话四个动作 各做三十六次 就有防止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 能够度过一个很幸福的晚年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要想获得更多的健康小妙招 请关注六点贪健康公众号